Hello大家好,今天是装比较浓的小桃子Sony 今天想花几分钟时间来给你们拔拔草 其实我买东西呢,还比较少碰到比较雷的单品 然后这些是我整理出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用 然后不太值得去购买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两个我已经扔掉的面膜 第一个是厚的陆绒面膜 就是我其实我买这个面膜的时候有在网上查找一些资料 就是说它到底好不好用,然后用起来感受如何 然后我看评论,其实大部分都是讲这个面膜是很好用的 而且你是要用在保养品之后再使用那个面膜 它会使脸发热,然后又可以促进你的那个保养品的吸收 同时它自身还有露绒一些什么营养 听起来就是很诱人,对不对 然后我买回来之后,我用了第一次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没有提到的 就是它超级香,我觉得它比我买的香水都要香 就是香到那种我要吐的感觉 就是其实我在脸上有敷到十分钟 最后我是香到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就把整张脸又重新洗了一遍 就是我反正我平时对香味没有那么敏感的 但是就光那个面膜,我是一点都忍受不住的 后来那个面膜就直接被我扔掉了 就用了那么一次我就扔掉了 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面膜这么香的话 那它就是那个香精的成分就是比较重 然后可能会对皮肤会有不好的那种影响 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使用了 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雪花秀的鱼润面膜 这个面膜我是实实在在的用完了 但是我依然觉得它不太好用 就是我觉得它是不太有效果的 就是你敷完之后你是看不到脸上有一些变化的 或是我觉得它保湿功能也不是很出色 所以我后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按摩霜来使用 就是敷一层厚厚的然后进行脸部按摩 或者是我会用那个刮纱板来进行脸部光纱 就当成一个这么一个润滑的效果 然后所以就最后就把它用完了 这款产品呢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了 像这两个面膜呢我可以保证是真货 因为我朋友是从那个韩国机场帮我带的 所以如果不是他帮我带的 我真的会怀疑我买到假货了 特别是那个厚的路容 我真的想到我怀疑人生 然后接下来呢它也是一个面膜 是日本的这个还大名鼎鼎的这个豆腐霜 就是郁语的豆腐霜 然后这个我已经用了一半了 其实我在用的前几次之后 我就觉得它不太好用 所以我现在依然把它做一个就是润滑的效果 来进行脸部按摩跟脸部刮痧 像它这个确实是看起来像豆腐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比较闷皮肤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用在脸上之后 你会觉得它闷闷的 然后你搓起来就是有那种 会有那种油油的并且会有摩擦的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放在脸上是肯定不会吸收的 并且它敷完之后是一点效果都看不到 就是一点保湿效果都没有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不知道从什么乳液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说它是豆腐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点都不好用 然后价格的话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像这个东西即使丢掉也不会觉得心疼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是两个关于洗脸的东西 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牌子要怎么念 就是这两个还其实还蛮出名的在网上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男朋友买过我的 他说你脸上的毛孔这么大 黑头这么多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觉得这两款产品比较有效果 所以买回来给你试一试 我真的一口老血吐出来 然后其实像这款洗面奶呢 我是坚持把它用完了 它真的洗完之后非常非常干 超级干 我觉得我脸上的皮都要被搓掉了 但是因为是男朋友买给我的 所以我就是坚持吧 看在它的面子上把它用成这样了 其实里面还有一点点还没有用完的 这个说是有去黑头的效果 然后这上面也有写到是那个 起泡的一个洗面奶 所以就可想而知 它是清洁效果是比较强的 所以就是即使我是一个油皮 我都觉得每天使用都hold不住 所以我也并不是每天都在使用的 就是隔几天就洗一次隔几天洗一次这样子 它清洁能力我还是非常非常赞的 所以你们要是就是有必要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去买一款这款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时候不需要把脸洗的那么干净 所以我不太推荐这个 然后它当时买的时候有搭配一个这个嘛 这个是叫什么 它写的是Baking Soda Scrub 这个是一个应该算是一款磨砂的洗脸的东西吧 反正也是洗完之后很干 然后里面又有一些大颗粒 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到脸上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很多 它是粉末状的就还蛮好玩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依然就是不推荐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是胶韵师的一款那个紧致瘦脸霜吧 我没有讲错的话应该是这么翻译的 瘦脸精华吧可能 就是这个其实我是想要回来 一个是瘦一下脸 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紧致的功能嘛 所以我就想说我的那个脖子的皮肤是不是可以紧致一下 因为紧纹实在太重了 然后我就买回来试了大概用了两个星期 然后那两个星期的时候 有被人问就是脸色不太好 就是你是不是没睡好觉什么的 我就是接连的被几个人都问了 然后那段时间没有用别的护肤品 没有换别的化妆品 就所以我就在想肯定是这个东西的原因 然后我就停用了两个星期 那个皮肤就立刻就是状态又回来了 所以就肯定就是这个东西 不知道有什么是可以导致脸色暗沉的 然后而且就在使用的那两个星期 脸颊上包括脖子这块地方 因为我脖子也是整个土的 就这块地方还有包括就是鼻子下巴开始长一些闭口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肯定有一个就是不透气的成分 会导致皮肤比较闷 然后就开始长闭口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 如果有用过的人觉得好用 那可能是你们不太容易长痘 但反正是我是觉得不太适合这个产品的 然后接下来是我在miniso买的一个喷雾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上面写的是一个绿茶喷雾 然后有保湿的效果 然后这个反正我也就用了几次嘛 它也是比较便宜的给喷雾买来玩一下的 然后发现它确实就是可能便宜的水 就是不太好用 它可能里面有一些酒精的成分 就是不小心喷了一点点在眼睛里面就痛到不行的那种 而且就是它喷完之后反而会使脸变得更油 就是它会加速你的脸去出油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成分就是 酒精成分会比较多吧 所以就觉得不太适合拿来当一个平常的喷雾来用 可能就是平常拿来就是当一个就是二次清洁吧 但是真的不适合当一个保湿的喷雾 因为它没有保湿效果反而会使你的脸变得更油 然后接下来是有关化妆品的一部分 就是像这个眉笔 Innes Free的这一款眉笔 就我连这个盖子我也找不到去拿了 反正我就用了几次 真是巨难用 就是没用过这么难用的一支眉笔 就这个东西啊 怎么画都画不上去 但手上还稍微可以就十点清可以画一点痕迹出来 但是你放到眉毛上 这一点痕迹都画不出来 我真是起了怪了 就像HB跟2B的区别吧 就那个铅笔 我觉得这个是DoubleHB的一支铅笔 就是你写不出痕迹的那种 就反正超难用 而且它中间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设计 我当时也是看上这个设计也挺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 就是它上色的效果不是太理想 总而言之就是一款你买来用不上的一支眉笔 然后接下来是一款那个遮瑕的产品 像我是比较 因为我是很喜欢遮我的黑眼圈 然后遮一下痘印的那种 所以我就是将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我最近才买的都没有怎么用的 就用过一次 就我就已经彻底把它打入冷宫了 就GOSH 我不知道你没没听过这牌子 呃 它这个里面的紫色用起来就是脸色发灰 死人灰的这种颜色 然后那个橙色遮黑眼圈什么都遮不住 反而会使脸变得暗沉 反正这里面就是没有好用的东西 然后膏铁是比较硬的 比较难推开的那种 然后涂到脸上还有点那种干干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整个用起来就不是很喜欢 然后最后就是两支那个Dior的那个唇彩吧 应该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然后这支是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在专柜试的然后就把它买回来了 因为它颜色很好看啊 因为上嘴的颜色非常非常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款就是有一点点珊瑚 有一点点橙色的这种颜色 其实跟我今天嘴上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像 但它问题在哪呢 它我当时试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察觉出来 首先是它这个味道 不知道感觉像油漆的味道还怎么样 特别难闻 然后你涂在嘴上稍微时间久一点 你会觉得嘴巴很疼 疼完之后就开始干 干完之后嘴巴它开始掉皮 就是一款无法长久在外面使用的一个唇彩 你就只能在家里拍拍照片 涂一下的 然后第二个呢是其实我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其实也不应该这样说呢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好用 这个可能是老外喜欢的那种 呦呦呦掉出来了 就你一看了吧 那个很黏的 就是可能是老外喜欢的那种带有珠光的涂完唇膏之后再刷一层的 就是这上面小粉色的这个东西 就是可能我是觉得不适合我吧 不太适合亚洲人 就是涂完之后嘴闪亮亮的 然后就特别黏 黏完之后还干 所以我就觉得这两款那个Dior的唇膏千万不要买 我买过他们家别的那个唇膏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我有空的时候会做一个唇膏的合集来给你看一下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录到这里 希望你们没有买到我今天介绍的这一项产品 拜拜 拜拜